叫激動什麼? 當然激動啦,我花一千塊賭他贏咩 他什麼都花我的錢不是沒有了 你緊張了多少次,賭博是不好的新聞 你每次都叫賭我 我不會害死你,我最害賭博的人 就是那個時候 我學會了賭博 第一次賭博 就用三百塊贏了三萬塊 大家好,我是蘭林哥,歡迎大家翻樓盤 最近 如果大家都有掃到Facebook 都應該 又留意到某個大碼某紅的新聞 基本上是 每天都有些精彩的事情 由於各位 事主的事情 已經是嘉賜漢文 我都 免得再講關於他的不是 免得又說 我霸零他了 今天我拍這個影片是一個 楊小姐事件的一個番外篇 因為有很多網友 可能都會好奇 他有某一個道歉片 有講過 用三百贏到三萬的事跡 如果是 一般吃瓜民眾 可能覺得三百到三萬 是一個匪夷所思的 一個時跡 其實這個匪夷所思的時跡 可以用一個系列的數學 算出他的 分別 我都給大家知道 其實我本身是一個 熱愛數學的人 我本身也有看過很多書 是關於數學 所以我也希望可以透過這個影片 令大家 更多認識 關於一些賭博遊戲 背後的一些數學 關於賭博方面的書 其實我很多都是看書學回來的 因為我本身也是一個 瀑克玩家 也是笑不了 有讀過一些關於瀑克的書 這兩本是我看了比較久的書 這本基本上是刨了 裡面的東西九成我都認識了 一本是一些進階版 是關於一些 數學再進 就是打瀑克 除了一些數學 要掌握好之外 還有關於一些 心理上的東西 那個是進階 我都仍然在尊嚴著 所以 要 skip一下 除了瀑克的數學 關於 足球 博彩 其實我都有看過兩本書 去了解賠償 如何訂出 等等等等 所以 這個也是 在參考 我沒有什麼賭的 然後 這本也是關於 一些賭博方面的 數學 這裡也提供了相當多的 數學的程式 讓我去了解 關於賭場 如何賺我們的錢 然後 這一本就是 數學的朋友 統計學 都是關於 如何做一些 數學的模型 去達到長期的盈利 剛才那些書籍 大部份都是關於 在外出的大型賭場 學的東西 跟朋友打牌之類的 數學 有沒有用呢 都有 因為我都有看過 一些關於 麻雀的數學論 還有 斗地主的數學論 我也是欠貌的 所以 我看了這麼多賭博的書籍 我又得出一個結論 其實 造裝的基本上是賺盈的 因為 如何說賺盈呢 因為 很多朋友說 我們要賭錢 輸錢 是因為 他們有放風水陣 Cling-cl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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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g 這樣 其實風水這件事 哦 看不到的了 信則有 不信則沒有 其實真正 那些賭場 贏我們的錢 的原理很簡單 就是去運用數學 來 令到他們 佔到 有些少許的優勢 跟著 經過長時間 那些少許的優勢 就慢慢地放達 到最後呢 就可以導致到 我們的本金完全 輸給他們 所以 為什麼很多人說 哦 賭錢 一贏就馬上走 時間一來呢 你就很容易輸給他們 其實這句話 也有他的 也有他的道理 好幾個例子 你賭大小 大小 其實三個星加小 有二百多個變數 所以二百多個變數裡面 其實 如果是 莊家無佔優勢的情況之下 有三條 其實他可以當成小的 但是他當唯色通殺 這個就是 去 裝佔優勢 那一翻廢話之後 我講回我的主題 關於怎樣用 三百 來贏三萬 三百 贏三萬 我是 分三個不同的賭博遊戲 去達到 我們的目的 所以 打一個遊戲 我是用 大小桌 大小桌 雖然有很多不同的買法 但我們只要集中買大 或買小 因為他佔的 裝家優勢是比較低的 只有2.78% 方法我們就用最簡單粗暴的 直接過七關 就可以達標了 然後 第二個遊戲 我是用 輪盤桌 這個是一個標準的輪盤桌 它是只有單寧的 輪盤桌 有個好處 就是無論你怎樣買 它的裝家佔的優勢都是2.7% 方法很簡單 一開始 我們就直接 all in 去一倍二 如果成功的話 我們本金就要900 然後我們再把900 去單獨買一個號碼 如果成功的話 我們就可以達標了 最後一個 我是用八家六桌 八家六桌雖然有很多選擇 不過我們都是集中買 裝或者買限 他們的裝家佔的優勢 是佔1.2%左右 方法跟大小桌一樣 只要連過七關成功 就可以達標了 OK 看完我剛才的幾條片 大家有沒有發覺 可以用三百桌 達到三萬桌的機會率 是不是很低呢 所以我們以一個反面來計 我剛才用了那個輪胆 它是0.8幾 我當它是0.9 所以你是有0.9的機會 可以從三百桌到三萬 但是另一個角度 你是有99.1的機會率 可以從三百桌到三百桌 這就可以帶出一個很明確的訊息 你想靠刀仔巨大樹 這個方法 其實 不是那麼實際 而且 在倒桌的時候 你還要面對一些心理的問題 因為剛才那些方法 我大部分都是用 全面的策略 要是我要在最短最快的情況之下 達到我們的目的 要是時間一長 或者你的局數越多 你抽水的機會率越大 就打一個比喻鄉的輪胆 只要他不打出那個0 基本上 你就當莊家的優勢沒有出現 但是 局數越多 是不是出現的0也越大呢 所以 這裡我都奉獻大家一句 賭博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簡單 而且賭場其實去開出來 不是給我們機會去那裡贏錢 而是給我們機會在那裡輸錢 要是開賭場的 他們的目的都是想贏我們錢 不是吧 他這麼大空請這麼多人 送來房間給你 請你喝水 如果你是那些什麼金卡 銀卡的 還有Fee 那些Fee 你賭呀賭呀 積分給你吃白骨嗲 給你這麼多優惠 都是希望我們去賭 他有這麼多錢 做這些事情 那些錢哪來呢 就是在賭桌上贏我們 他不怕你 只怕你不來 就現在MCO 我看報紙說他們虧了 所以 為什麼會蝕錢呢 因為我們不能上山 就會蝕錢 要出錢給大家 所以在我的影片結束之前 都是奉獻大家一句 賭博作為娛樂就好 如果你想 易去作為一個翻身的機會 或者幫你找到一個 長 即當是一個長期 幫你賺錢的一個工具 不是這麼簡單 如果是正常的情況 基本上很艱難 贏到他們1分1號 只要時間越長 我們本筋就越危險 所以 這裡都是奉獻大家一句 賭場 或者賭博 就是一個 當它是一個娛樂 然後 你每次參與的時候 放一個 即是 你拿一個 你輸了 可以沒有什麼 然後輸了就說 沒有ATM9 沒有借錢 所以今天的影片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訂閱 因為有你們的支持 我才有這麼大的動力 去做更多一則影片 給大家欣賞 so thank you 然後 願離倒落 珍惜金錢 bye